台東市興宿舊 抓到一個拔轎的基盤 發現三十歲的主賢跟他的太太 跟本來的拔轎的基盤來合作 一年世紀超過十六億 用這種不法的手段賺超過六千萬 主賢就拿這些黑心錢 買房買車 買名牌的卡網送太太 這次全部都向著靠路 興宿舊完見到興盤人家 看著客廳裡面的幾倍 都是正平名牌 用寶貝桃子塞起來 買書是全幾一樣 裡面有Chanel LV 頂頂的大片 大包細包都有 看起來是真壯觀 興宿局長大中心 過去插著拔轎基盤 第一次發現 歷史鄉凡男生 利用世紀水盤跟拔轎集團合作 利用在議會北 跟不法的理順專誼 暗藏金流 世紀的總金額超過十六億 不法的理順超過六千萬 京鳳對此發現這個 世紀集團的製造精査短點 除了歷史 老母住在一起 其他八個原工 都是住在不一樣的地方 增加京鳳擺爛的困難 經過管他國外的調查 總算是查到歷史 相反所有的人 10人都知道 警察該洗潛水房 會擴大獲利益 同時與多個 博弈業者配合起錢 京鳳除了雜貨 不法的金流 七千三百二十萬 還有主閒 他媽媽 冰下的一棟房 跟兩棟土地 他們住的地方 也雜貨現金 現金 現金 兩棟 加起來 各十九位 正平名牌包 這大大小小的名牌包 都是主閒 買給他媽媽的禮物 京鳳也發現 歷史 曉悟人 從一百二十九年 開始就在做洗錢 過去 不讓人抓到 驅坐 驅坐的期間 又繼續返案 這次又再讓人抓到 專案跟歷史阿嬤 還有北的港黨 用洗錢控制法 頂嘴嫌 隆重上 地減速前半